你有心事? 这几天,笋总是念答答的,不吃不喝,你能跟我去看看吗? 走吧,这点小事,也值得你等在外面受冷风吹啊,清风宽的风,冷着呢,女子还是要多注意,不要受寒。 你不反对女儿和张启在一起? 这有什么好反对的?我观察了张启,人不错,脾气好,有耐心,人也聪明风趣幽默,配风风火火没脑子的宵夜正好。 哪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? 实话实说嘛。 可是张启的身份总是低了些,儿子可以低娶,女儿低嫁,总怕她会过得不好。 京城里那些同她一样的姑娘都嫁到高门贵族里,她嫁给一个大夫,你不怕别人笑话呀?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?嫁入高门,也不见得就幸福,就她那个脑子,嫁入大家族,能应付后运的勾心斗角。 再说了,我也没打算让你们回去,离得这么远,谁爱笑话谁笑话,日子过得好不好,只有自己知道。 等过完年,我打算给肖月请封一个郡主,咱们现在也有钱了,到时候多陪嫁一些,有地位有钱,还愁她过不好吗? 你自己想得好,我瞧着张启对肖月可不像有心思的样子。 肖月人长得不丑,性子也单纯,她凭啥看不上? 你以为做你洛王府的女婿是好事啊? 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身份地位都比自己高的女人,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娘子压一头啊? 这个不用担心,让他们慢慢处着,总会有感情的,实在不行,就跟儿媳说。 你还打算牛不喝水强按头啊? 这个头我就强按了,娶我女儿她不吃亏。